嗨 各位蘇姊小廚師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摩羯座皮膚科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很會穿摳男 這次我穿這樣子就是要帶大家用一大堆的科學證據告訴你 怎麼樣的洗臉 怎麼樣保養可以讓你的皮膚重新呼吸 然後不再感覺像皮革一樣 嗨 各位朋友 這個衣服好緊 真是超難穿摳男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樣 就跟這麼緊的衣服一樣 我們常常在敏感肌或酒招或肢肉病人 他會告訴你說 我的皮膚從來沒有覺得像今天一樣會呼吸 之前就是不會呼吸嘛 你知道就是 他跟你說他的皮膚像皮革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他大概在三四年前 來過我們診所拍照 那我們常常有那個公益免費拍照 就讓你知道你的皮膚這樣 那拍完以後他就跟我們講了 他的歷史 就是說 他國中的時候就開始長青春豆 長完青春豆就開始用洗面乳 洗面乳完就A酸 A酸就果酸 果酸又A酸 A酸又雷射 然後第一代A酸也用過 第三代A酸也用過 然後你說想過的雷射 該想的他都想 該做的他都做 結果 他 他拍完照以後 其實你知道 叫人家清水洗淋 對青春豆病人來說 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他流浪了幾年以後 終於回來 那今年回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不行了 他的皮膚經過兩三年 流浪整個感覺像皮革一樣 他想要處理他的皮膚 尤其他就回來 那今天要給各位看的是 他在這樣子整個皮革的過程中 我們怎麼樣幫他初步緩解 然後他終於開始覺得透氣 那他今年回來呢 我們給各位看到 就看這裡 看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的五四燈 有一點點 可是他的那個白白的點 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然後再看這裡再看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的皮膚 有點黏黏的 髒髒的 有一些髒東西這樣 那這些東西 我們後來教他 他先做清水洗臉 然後之後用一些橄欖油悶膚 一些產品稍微悶膚 那大概經過了差不多十幾天 二十天吧 他回診的時候 第二次來第三次回診 我就忘了 才第二次來第三次回診而已 他就跟我講說 送醫師 我第一次感覺我的皮膚 從皮革變回來的 今天既然扮演那個 很難穿摳男 當然就要叫小編給我們一些證據 來看一下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右上角這一張 你會發現他的點其實有 但是沒有很明顯 然後門王橄欖油以後 整個皮膚就出現 很明顯的白的現象 然後這個是他的右臉 這是他左臉 兩個是一樣的問題 這裡要跟各位講 在使用橄欖油的時候 如果你上去網路上查 他會跟你說橄欖油破壞角質 他這樣的講法 基本上沒有錯 可是基本上也是錯的 什麼叫做沒有錯又是錯的 你回過頭想想 我們已經有病人用了八年 十年 十幾年的橄欖油 如果角質真的被破壞 這些病人 其實他們的橄欖油是不能使用的 但是我們確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看到橄欖油破壞 那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 五十倍的表現 這個是一開始他皮膚很囤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黏黏的東西 然後之後他紋路就變好 這裡一樣是他的左臉 然後這是他右臉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我們都是很標準的有智力 你可以看到紋路慢慢變好 紋路變好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以想像 他有沒有把上面的老廢角質 就你剛剛看到五四燈上面那些白白的東西 他事實上是老廢角質被剝落 但是他之後他有沒有破壞皮膚 沒有 他的紋路慢慢變好 如果要破壞皮膚 你應該看到糜爛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紋路變好 講到證據 證據當然不是一次嘛 當然要連續嘛 像剛剛那個圖 你當然可以說 那個角質 這是剛剛的第二張 所以是第二張 第二張右臉 第二張左臉 你可以說那個角質沒有被你移除 那誰知道你移除 下面會不會整個是潰爛的 沒有移除以前當然看得是好 所以我們就幫他做了一個 那個大覆面 大覆面你可能理解 可能不理解 我們之前的影片你自己去看 但是大覆面基本上就是把一個角質移除的過程 然後溫和的移除 你可以發覺當他移除以後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的那個 白色的東西都移除很乾淨吧 移除得非常乾淨 左右臉都很乾淨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移除完以後你看 即使移除完他的紋路變得更好 也就是說你仍舊沒有看到糜爛對吧 這就意思告訴你說 你的移除以後你的角質不見了 你的紋路仍舊很好 然後剛剛那是左臉 這右臉一樣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都紋路變得很漂亮 沒有到超級漂亮 那至少是OK 這件事告訴你什麼 這件事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個病人他會跟你講說 我的皮膚從皮革感 然後慢慢變成會呼吸 你還記得他第一張圖嗎 他第一張圖黏黏的 膩膩的 然後上面有一顆一顆 髒髒的厚化 你有那麼厚的角質在 你當然不能呼吸嘛 對吧 好所以我們把整個證據 把它集合起來 這個是右臉 你可以發現這個是他整個 橄欖油之前 橄欖油後的角質 脫落掉一些 然後大部分後 你會發現他其實並沒有什麼樣的傷害 那這個一樣就是 這是右臉這左臉也不過如此 然後一樣我們把整個角質弄給你看 你看之前黏黏髒髒的一坨一坨的東西 然後在角質清除完其實是比較乾淨 他沒有造成表皮的傷口 好嗎 然後你大部分以後他紋路更好 一樣沒有造成表皮的傷口 這樣我想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然後這個部分一樣 這是剛剛是左臉 那這是右臉 你可以看到一樣的部位 一樣黏黏的 一樣被清掉這樣 所以這裡頭我要跟各位講 對於橄欖油的迷思 對於治療的迷思 然後還有對於皮革的感覺 我需要小抄等一下 你知道年紀大了 有些東西我記得原理 可是不記得時間 那為了表示我很專業說要背一下時間 1997年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Science 就是那個藥物科學雜誌講了一句話 他說那個 他去試了一個實驗 因為在1997年之前 我們都認為說皮膚的那個 吸收主要是靠角質間隙 還記得嗎 如果你還記得大概十幾年前 大家都說我那個玻尿酸分子 顆粒太大 然後沒有辦法進到皮膚對不對 可是1997年的藥物科學雜誌跟你講說 如果你把它做九精化 它就會進入皮膚 大概會提高到九倍 但是如果你把它做那個Libosome 就是那個紫質體的方式 它會經過皮脂線 就是我們的那個汗線跟油線 會進去 然後會透過 經過差不多十六倍的吸收 這很厲害 對嗎 然後到了差不多2017年 有一本書叫做那個 Nano and Microscale Drug Delivery System 就是奈米等級的藥物學 它告訴你說 其實人類是慢慢慢慢慢慢 知道這件事 因為2001年之前 我們覺得那個孔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到了2008年以後 我們就推翻了這個說法 到2011年我們覺得它很重要 然後甚至我們在之前 我們就發現 當你的皮脂重新恢復的時候 當你皮膚健康的時候 在2002年的那個 生理學雜誌上面 它甚至已經看出說 你只要0.25到0.4左右吧 Millimeter 的皮膚 它其實是直接可以從 我們的那個 空氣中交換氣體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這樣子 第一個 如果你的皮膚能夠重新恢復健康 你確實可以有換氣的功能 這不是你的錯覺 但是如果你從這些毛孔 這些汗孔 你不要以為它不會進去 你擦保養品後它會進去 然後進去後會改變你的皮膚 然後會破壞你的皮膚 使得你的皮膚重新形成一個 不乳化的狀態 在不乳化的狀態下 你當然會覺得你的皮膚像皮革 然後整個就乾掉了 看完我們這麼認真 替你們整理的八百一千三十五張照片 對不對 這麼多的證據 你是不是應該要點贊 訂閱分享一下 我們的舒服器的小兒子 讓你所有的朋友都看到 這麼帥的摳男 你還是會不會輸入 我會不會輸入 先將最損建 您再說